非常高興到Line's Veon 雖然投影機是壞的 但是旁邊還有兩個投影機 如果大家現在手上有能夠掃QR Code的話 就是盡量不要管前面這個 就可以掃一下 包含Line裡面加朋友的功能 或者是其他可以掃QR Code的軟體 就盡量掃一下 如果坐太遠掃不到 或者是電腦的話 可以到一個網站 就是slido.com 然後輸入00613 也是一樣 回到朋友的地方 所以不管是掃QR Code也好 或者是輸入00613 在slido.com也好 我們都會讓大家 就是我們叫這叫courses 就是群眾外包我的演講的內容 因為我其實拿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覺得它是非常包含包含 說網路是在政府的角色 那就是什麼都可以講的意思 所以我其實並沒有一定要講什麼 我都準備不少資料 但是我並沒有一定要什麼順序講 所以我是想說 我要講什麼事情 就讓大家來決定 那大家決定的方式 一方便讓大家可以舉手發文 那但是我們也知道說 這種場合舉手發文 大概都需要一點勇氣 而且可能都會達到就是六七折左右 所以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透過掃QR Code 或者輸入這個slido.com之後 大家都可以匿名的發文 那匿名發文有個好處 就是說因為大家都按滑手機 沒有人知道是誰問的 所以就可以其實 這個我們在性別裡面叫做安全空間 就可以有一個安全空間 讓大家想到想要問什麼就問什麼 那是第一個好處 那第二個好處是說 別人問的問題 如果你想要問的話 我不知道現在已經有朋友 跟我說我事情怎麼分配了 那對那你就跟他在 那就是一個議題 他的按讚的數量越多 他就會越浮到上面去 所以一個議題 如果現在你看已經有兩個讚了 或者表示說現在在 房間裡面至少有兩個 我想要聽這個議題 那所以如果越多人在 那我就會越先回答 那如果就是過了 我們有大概一小時嘛 對不對 所以有一小時的時間 那一小時之後 如果上面的問題 其實還沒有完全回答完的話 那就先分 對 然後我們要不要再 那沒有在 那就是 開配的定壓 但是如果 所以因為他同事 那定壓不得 所以只有後面這樣 那我就有提造技術 這個 沒關係 看起來也還好 那張先生 我意思說 還是你可以把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兩邊的燈可不可以照顧關 你有辦法控那一排的燈嗎 這兩排的燈 你知道我的說什麼 如果我動 你是把主要兩次兩排燈 先關掉 因為現在變成 其實我們就只是把前面關 所以 離螢幕近的燈關掉 怎麼辦 看到說這個 已經有一堆 不一定很相關的問題已經出現了 但是 不管是不是相關都很沒關係 那就是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可以大家想到是不是可以問什麼 好 那所以這邊就是一個 時間和空間的結構 如果大家OK的話 那我們就 就這樣子開始了 OK好 那有十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我的時間是怎麼分配 這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今天是禮拜四 所以說我就是早上是行政院院會 下午是這個 就是聽今天的那個 台灣5G型號計劃 然後下午時可以 被包辦公室的周圍 其實我每個禮拜裡面只有五天 就是禮拜四 是需要進行政院的 那在其他的時間裡面 就算出 在兩年半以前當數位政委社會 有一個勞固協商的一個 這個行動 所以我們花了一個月時間 跟當時林軍院長 談我入閣的條件 那我入閣條件的第一個就是 我在任何地方上班都算做上班 所以就是所謂的遠距工作 當時報紙都說是在家工作 但是我都不是在家 當時是巡迴全台灣 或者是在 我在這個 你這邊很近的一個漢公室 叫做台灣的 就是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他的地址是仁愛路3分99號 就是本來的空總 然後是在建國華室的旁邊 那他好處就是 離我住的地方非常近 我走十分鐘就到了 所以我大部分生活都在這邊 而不是在行政院的院本部 那好像說每個禮拜三 就是像昨天 我從早上十點到晚上十點 都會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 任何人都可以約我們的時間 我們有一個線上報名的系統 任何人都可以約我的時間 然後我就會放四十分鐘出來 然後跟這位朋友們進行討論 那討論的整個過程 都被宣布公開在網路上 所以我入了第二個條件 就是說因為我們運不上 同樣的事情 這個 這個 各位承判人可能都有 一個經驗 就是說有一個新興的政策 然後就每次都要接電話 但是每個打電話來問的人 都不知道現在三十九個 已經問過一樣的問題 然後 所以 所有公務員都 都這個最同心的一件事情 而且 你跟第三十九個人 跟第四十個人 講的如果有點不一樣 然後上了媒體的話 好像就會燒起來 就是會發誤嘛 那所以 那我們這邊這個 有一個解決方案 那解決方案就是說 任何人都可以約 因為我實際沒有錯 但是 他都必須要同意 就我們 然後他的過程 必須要註資的 任何在網路上 所以 大家就每一次看到 說 我們從陸北以來 或者今天三星九百九十九 的人去客戴我自己 這個已經講過話了 那已經講過二十萬句話了 那大概有九百一十一場 我主持的會議 或者是 大家來訪啊 或者是 甚至我們院內 自己的協調會議 所有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聚集民的 就是公開上網 所以這個蠻有意思的 就是說 我就不需要 同樣的事情 討論好幾次 那大家在看 好像說之前 旅行開放釣魚啊 或說人權議題 能不能夠公投啊 所有的這些東西 都拘行民意地 公開出來 那這件事情 其實是非常特殊的 全世界可能只有 我一個補充集團員 在做這件事情 因為 其實對絕大部分的 沒有 主公公們的記錄 大概都是記錄 討論的重點 然後跟他討論的決議 那就這樣子而已 那所以在公開的時候 尤其是 各位科長或者承判人 收到 就是你的局處長 或者是 你的部會首長 就是來信聚人開 委會的決議的時候 其實大家在腦裡 都要進行 能夠腦補的動作 因為 他就是會結論 就寫那麼 四十個字 那到底是四十個怎麼來的 也沒有人知道 所以就是要進行一個 全國倡議的動作 那但是 我覺得這個是很不好的 因為 當時 科長是已經經過 很充分的討論 大家想的可能 我們都已經有討論到了 只是因為沒有記下來 所以那就必須要腦補 那腦補 雖然是很補啦 那但是 補的大概都是 有問題的 所以 我在倡議的這個東西 叫做 激進式的透明 就是 就是 這是我入閣的 第二個條件 就是 我看到的一切 都要可以公開 我主持的所有會議 都要可以公開 那 我們在政府資訊公開法裡面 本來是說 你搞階段 就是你還在想 還沒有變成政策的時候 是以不公開為原則 但是它 在政府資訊公開法裡面 有很重要的例外 這個例外就是說 對 就是 公共利益有必要者的 遇公開 那所以當時 我跟林軍院長談的條件 就是說 我主持的所有會議 對公共利益都有必要了 那你就不用再問了 所以 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是 我看到的一切 都可以公開 那所以大家看到 數位政委 這四個字 其實數位在台灣 這個 就是我們也有好幾位的意思 那就是因為大家都可以看到 就是我每天從你開哪些會 那見哪些 說哪些話 所以就 不只是數位政委 也可以有數十位 數百位 數千位政委 所以這樣子的話 這個時間的分配 就比較不會浪費在榮譽的事情 就是不斷回答一樣東西 而是 每個人可以看到前面 你講了什麼 那我就可以 接到E-mail 接到PTTA 站內信 接到一些網友 的評評指教 然後說 這個政委 我覺得你上個禮拜 開了什麼會 裡面 你引用的法條 哪一句有什麼錯誤 什麼之類的 那 我就可以把這個網友的力量 真的能夠帶到 我們去測試的場合裡面 因為 這樣子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當它還有政策空間的時候 明天就會加入 而不是說 等到政策已經斷出來了 然後 再來說服 再來說服 其實是 非常浪費力氣的 所以這是我們的 就是第二個運用事件的原則 那就是 禮拜四開運用會 跟 再把禮拜三 在空中等 那些個地方 去跟所有人做office hour 那當然我開設了 這樣子一個機制之後 我們就 發現說 其實大部分的朋友 會來的 大概不是住在瑋瑋基 就是住在高鐵站旁邊 那 因為 就是 對他來講 他投資 要兩小時 就可以換到 我40分鐘的時間 用來講 是非常的值得的 對 但是如果是在 或是南投機機 或是花蓮 或台東 或者之類的 那這個就對他 並不是一個 非常好的投資 那當然可以視訊 可是視訊 我如果之前沒有見過面的話 其實是很難從 就是一個人的表情 去猜到他真正的這個意思 因為 我們說見面三分請 那透過視訊 可能見面只有兩分請而已 或者1.5分請 然後看你這個頻繁怎麼樣 所以我的禮拜二 我的禮拜二 就是如果頻繁很差 或者音訊很差 可能見面 還要透了一分請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還就發現說這樣不行 所以我禮拜二的時候 就是把它放在我們叫做 就是區域創新 或者現在地方創生 有各種各樣的名詞 但是大致的意思就是說 我會跑去上去天市花蓮 或者是我前幾天才去 就是泰巴安部落 或者之前馬太安部落 或者之前這些原商的地區 或者偏商的地區 或者一些離島 那我去的時候呢 我就會在地住個一兩天 先了解就是在地的這個狀況 然後呢 再去用這個所謂民族 就是所謂hangouts 就是跟人混的方式 先大概了解他們的部落 和他們的原廠和偏向 怎麼看就是中央的一些政策 大部分都跟我們寫的時候的想法 是非常不一樣的 那所謂上有政策下的對策 那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會看到說 到底有哪一些法規 或者是命令 需要因為創作關係要進行調整 那有一個好處在台灣 就是說我們不管在哪裡 大概都有寬頻 因為我們有寬頻作為人權 寬頻人權 那寬頻人權的意思就是說 台灣的任何一個地方 中華電信 或者其他電信商 幾乎一定都可以有 10Mbps以上 就是足以支持高畫質視訊 這樣子的一個頻寬 如果沒有的話就是我的錯了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去巡迴的時候 雖然只有我去 但是在台北空總結 這邊就可以有12個部會的朋友 其實是陪著我用遠端視訊的方法去 那我們目前已經在台北高雄 台中 桃園 花蓮 台東 各有一個這樣子的一種 遠距會遺失 所以我巡迴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其他不同部會的朋友們 按照他們的興趣 比如說還有一位在高雄 我就可以去高雄的那個會議室 就可以跟我一起到這些 不同巡迴的地方 那就通常都是在一代二劇行的 所以這個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以前當地方 有一個想法 有一個創生提案 會有一個什麼東西 他往上面丟的時候 按照他的產官學員社的性質的不同 那就會跑去 可能是經濟部 或者是國發會 或者學一定是教育部嘛 或者一定等等 可能是科技部嘛 之類的 社可能是文化部啊等等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或衛福部等等 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每個部會 如果他沒有辦法自己決定 這個政策的時候 他就會說 那我得會經濟部 我得會內政部 我得會衛福部 就是你每次會的時候 其實當初他跟你講的這個東西的脈絡就少一點 那會到第三次的時候就只剩兩頁A4值 你看兩頁A4值 其實也完全不知道為什麼他當時要提這樣子的東西 那我們在這樣子的就是視訊的會議裡面有個好處 就是他另外再說 我要衛衛福部 因為衛福部就坐在他隔壁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他就被逼著 就是一定要當場用就是比較勞力激盪的方式 談論出一個具體可行的方案 因為畢竟對面的人還在看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每次這樣巡迴之後 十天之內我們都會公佈我們下次得出資格 那我們等到巡迴到下一個地方的時候 下一個地方就可以說 那上一個地方跑不出來的東西 我們在這邊是不是也可以使用 所以我們就是透過這樣子一種方式 在禮拜二的時候去尋回就是全台灣 那這是個大概我禮拜二的時間的運用方式 那禮拜五通常是用來被網友召喚 因為我們有一個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任何人他只要湊到這個不是七龍珠 就是湊到五千個這個連署 他就可以召喚就是TonFone 所以這個我們先在這個平台上面公佈了 我們所有的一千多項快兩千項的就是中上城的實戰計劃 那大家看到這些中上城實戰計劃有任何不滿的時候 我們在每個部會都會有一群開放政府的聯絡人 那這群人就是國會聯絡人士跟立委 那新聞聯絡人士跟媒體 那開放政府聯絡人士跟媒體 那開放政府聯絡人士跟網路時代這種五千個已經集結起來快要上街的還沒上街的人去進行這個討論 那所以像有一位朋友在兩年前有做一個聯署案 聯署說報學軟體難用到爆炸 那這個就是其實就是負能量 它不是真的有什麼有件事情的提案 那但其實是負能量 當時也是非常在網路上是大家很酸的 就是可能有八省的朋友都在說 才是有什麼下台啊 什麼官帽什麼官商勾結啊 各種不堪入目的 那只有可能不到兩層在那邊弱弱的時候 問Windows報學很順這樣子 在那邊看 那對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開放政府聯絡人士就非常重要 因為他就可以支持 當時財政部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楊清亨他就可以不需要事先授權的 因為我們已經告訴他說 他就是要馬上去處理這樣的狀況 所以他就不像國會聯絡人或媒體聯絡人士 當然只能解釋問題 他是可以解決問題 怎麼解決問題呢 就是說他就在這個 連署平臺上面就投一則訊息 跟所有來批評指交或罵人的說 只要在這邊罵財政部 你就自動獲得一張進入財政部 一起來做新的報酬軟體的入場券 那簡單來講就是說 會炒的朋友就進廚房一起炒餐 所以會炒不是有糖吃 是要進廚房一起炒糖吃 然後就從國庫的炒 變成火庫的炒糖 那在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那當然我要馬上在底下趕快推文 說這個這位真的是公務員 我想要真的是真的 就是財政部真的非常虛心 這個其他指責 那他只要一做這樣子一件事情 其實那個方向馬上就逆轉 發生的朋友就可以去 非常有建設性的意見 那我們就會在禮拜五的時候 來開這樣子叫做協作會議 就是協同他做的一個會議 其實是因為他是一個專業的設計師 那設計師 那設計師大家都知道是一種 比較奇怪的一種人類 就是說他只要看到心靈體 就會很不舒服啊 或者是說他只要看到這個資訊啊 這個配色啊 稍微差一點點 就可能會睡不著覺這樣子 所以所謂的誰在乎誰痛苦嘛 所以他看到的那個 就是報酬軟體 他就很在乎 所以他就很痛苦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負能量 但是一旦把他這個 邀進廚房之後 他就會有一個主廚的這樣一個角色 所以他就幫助我們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把所有的網友的這些非常酸的這些留言啊 通通都按照我們做的服務設計的這個方法 去把分別類去看說到底哪些是報酬之前 哪些是報酬中間 哪些是報酬以後 到底哪些使用者的行動 哪些需求呢 去遇到的問題 情緒以及解決方法 所以我們就是在花好多個禮拜五的時間 去進行這樣子的一個盤點或盤證 那這個盤點 這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各位承辦人可能都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不管陳情或者是部長信箱 或者是網路留言 就是有人留這種東西的話 那你在成河給長官的時候 大家哪裡都有一個自動翻譯機嗎 一定會把它改成這個文字燒險絨 或者什麼之類的 就是不希望你的長官這個高血壓 或者是不希望你的這樣子 那但是他從網友的角度來看 因為我們沒有直播 我們是完全透明的啊 我們如果他寫字報多 但是我們今天記得是文字燒險人罪 那從他角度來看就是有點好像被判他 就是不是真的站在他這邊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要求 我們的所有的承辦同學 都必須抑制腦裡的那個自動翻譯機的那個反應啊 你可以拿金牌號可以拿掉吧 那但是他如果寫字報多 他華麗到讓人以往就是 那資太多了 你完全看不懂 那兩年之前報稅軟體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你報稅到中間 他計算稅額差不多 還沒有上傳的時候 每去國稅局有個不同的吉祥物 有個娃娃會跳上跳下 然後跟你說 感謝你對國家的貢獻驚嘆的話 可能有人還記得 那所以這個就是希望說 大家在報稅的中間心情 稍微好一點點 看一個十秒鐘的動畫 那也有網友非常尖銳的指出說 他想到要報稅心情就不好 所以意思就是說 就會痛快嘛 就是痛得就快一點 那就是快一點結束 心情自然就好了 不要試著在心情一定不好的事情裡面 安排一些橋段 讓他心情好 這個沒有用的了 所以就是說大家這樣子的這種 批評指教 其實到我們 將這樣的方式去做談點的時候 那我們就花了好幾個禮拜五的時間 去邀請就是最酸的這些人 就是右下角的這些 跟當時被他們罵的最兇的這些人 就是左上角的這些 一些無區國水局的公務員啊 或官方網路的朋友啊 一起進來畫這個 新的報稅軟體 所以我們在去年 從MAC開始示範的時候 最近了 96%的一個滿意度 那這個是前所未見的 以公部門的軟體來講 那今年的話 所有的報稅 都是這樣子一起 創造出來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想這個是蠻重要的 就是說 重點並不是他畫面很漂亮 你知道砸剪 大概都可以畫面很漂亮 但是重點是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上千位朋友 有可能四五千位朋友 他覺得這個即使 不是他生的 也是他皆生的 意思是說在這裡面 他至少有貢獻 一張便利鐵 就像你蓋一座廟 它有一個這個石頭 上面有寫它的名字這樣 那這樣子的話呢 大家就會變成職工 這是我們第一次看到 是公部門的新的軟體 竟然網路上面 有那麼多的職工 幫我們去訓練 其他的朋友 要怎麼適應這個新的界面 因為他覺得這個有他的一份 那如果當年我們是自己 關起來做專家會議 就算社區出來的東西 其實還要好 那他也不會覺得這跟我有關係 所以我想就是參與 他會造成一個動力 這個動力就是說 他會覺得這是我的 這是我一起創造出來的 所以這是我禮拜五的時間 運用方法 那禮拜一通常就是 把禮拜五討論這個結論 去跟院長室 去跟相關的部會首長 去進行討論 去進行報告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 應該一、二、三、四、五都講完了 那所以週末時都會休息的 大概這樣子 第一個問題我通常會回答 比較久一點 花了二十分鐘 主要是因為 希望繼續累積一下 大家的具體的問題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有十四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行政有沒有研究過 縣市首長的性品觀念 我們來看一下 性別統計資料庫 到底有沒有這一題 我們發現這個性別分析裡面 可能是我們來看一下首長 就Google一下 首長 好 我們就發現說 可能只有金融女性政務首長去比例 可能沒有這個 所謂這個調查性的這個論卷 對 對 我想真的也 他是有政務首長跟政務副首長的這個統計器 對 我是覺得 我自己非常喜歡這個資料庫 我在加拿大 我才剛從加拿大回來 我專門有一個簡報 在講這個資料庫的重要性 然後因為加拿大 大家可能知道 是第一個 就是除了歐洲之外 通過那個同婚的 所以我那時候的這個簡報 就是在說 因為我們有這個資料庫 而且我們持續以後 做了這麼久的性別 同性跟性別分析 所以我們才能變成亞洲第一個 以一種非常創新的 所謂結婚不結英文 這樣子一種方法 來通過同婚的這樣子一個國家 那所以加拿大人是覺得非常非常的厲害 而且這種就是在性貧會裡面 這個社會部門的人 比公務人員來得多 那就可以意思就是說 不管我們的部長們 到底這個有沒有什麼性貧意識 至少這個在討論的時候 他們的人氣是會被性貧委員壓過去的 那這個他們也覺得非常的創新 就是說我們在不斷做性別想評估 然後到分析 然後到改變理論 然後再創新分析的時候 大家都會就是無形之中 去累積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對於性別的一個敏感度 但是我也了解到說 市長每四年可能就會稍微換一下 所以換一下之後 本來好不容易累積的這個敏感度 可能就必須重新再來 那是民主政治就是這樣子 所以事實上我們還是要靠 就是各位就是專業的 就是職業的公務員 去橫向擴散到每一個不同的局處 那這樣子的話不管首長他在白目 這個是他自己講的 不是我講的 對於性別在白目 那也可以透過再教育的方法 至少不會再去就是不小心講出一些 就是沒有性別意識的事情 並沒有針對推定首長的意思 對 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就是旁邊的各個 各個局處的常務人員 就是主密啊 或者是一些常任的文官 這個還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不管首長他就是再也沒有性別意識 他旁邊只要圍繞一群有性別意識的人 我覺得很快就會簡陌化 只有剛剛講 信品會面的組成 必須要就是民間多人的人數 比部長的人數多是一樣的一個道理 那有14位朋友們問說這個 為了通常信品 行政院是否是應該在各縣市首長 會議上面來提倡該業務的重視度 我覺得這個非常的重要 我們現在在各個縣市首長的聚會裡面 有幾個嘛 一個是六都 六都他在不管是院會 今天是在韓國瑜市長 在當來院會 就是爭取一些跟高雄的關於預算 那他們自己過來 至少也會去副市長 或者是代理員來 所以我們就會盡可能在每一個院會 跟性別議題有關的 或者是甚至只是跟性別議題無關 但是那天跟性別有關的 然後比如說在母親節的當天 那院長就會特別 就是告訴所有來的五萬六都的首長 或者是其他機關的首長 去推廣說 所謂的母職這件事情 現在並不一定是特定的性別在做 然後母職的這個工作 它的價值是怎麼樣 然後我們現在要推廣 就是現在性別學會 在推廣的部分性別都應該 擔負這個care taking的工作等等 就是他會盡量把一些 就是性別的綱領裡面的這些東西 塞到那一個捷運裡面 他的這個訓示裡面 那所以六都的首長 或者他們的副首長來的時候 可能請你默化就會聽到一些 在行政院會裡面 那但是就是其他別的縣市的首長 可能就比較沒有 就是在院會裡面被洗腦 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所以以我的理解就是 我們現在透過就是巡迴 像我剛剛講的這個社會創新的巡迴 地方創生的巡迴 或者是在科技匯報一個區域 創新的這個巡迴 我們巡迴到那個現實的時候 我們盡可能的都會去 把一些就是性別相關的這些 觀念啊議題啊 好比像說 我記得我上次巡迴到新竹的時候吧 也有一個朋友 也是當地的承擔的朋友吧 提出說這個 每個地方的這個性評委員的名單 它都有公布在網路上面 那但是有一些 它本身的性別 它是有填的 那有一些現實 它就是本身的性別是沒有填的 那或是它的專長 有的填的很簡略 有的專長根本就 那這個欄位是不是可以 適度再對齊等等 那後來我就去點開 台北市的那個 就是性評委員的列表 專家列表來看 那這個列表就發現說 有人他的那個性評委員 會填的是男同志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 他把性傾向也填上去 那所以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創新的事情 所以在當場 我就是希望 就是 所有在相關的 業務的朋友們 都可以 加一參考 就是說也許 我們性別的這個欄位 它 就是 並不一定要拿掉 或者是 二則一 它也許可以變成一個 自填的選項 然後就是 你跟性別的關係 你覺得有什麼關係 像男同志 這三個字 他只要願意填上去 那他就可以填上去 那我覺得 這也是一個 就是 很好的一個機會 那 所以在場的 大概就是相關的 局處長 然後或者是 最高的副市長 但是 我們比較沒有說 把現實手上 全部都 就是用 區域創新的方式 找來去聽這樣子的事情 那我們會盡可能 在別的 其他的創新的業務裡面 只要跟性別 一有關係就會 就是 就是 隨機 隨機師教 這樣子的方式 去提上這個業務的重視度 所以 這是以我目前理解 它的這個強度 其實很多都還是 靠社會部門的倡議 跟社會部門 對於那個縣市 的首長的 就是 Efficacy 大概是這樣子 有18個朋友們問說 持續支持性別平等 用考核的方式來推動 那 這是非常非常好的問題 那 其實考核 它 我們在行政院讀化會 在就是 review我們的考核工作的時候 我們 有 觀察到一個現象 就是說 如果是 由上而下的去定 KPI的話 那很容易定到的都是 我們叫做 intermediate KPI 就是 它並不是真正最後 達到了什麼社會上面的改變 而是說 你做了多少事情 就是說 它只去量 而不是去量 impact 那如果你只量 outcome 不量impact的話 那其實就非常容易 證據不見 這個可能各位都 都比較熟悉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像我們在這個 就是 永續發展目標裡面 當然裡面有 這個新品的部分 然後 等於消除一些形式的 不平等 等等的部分 那或者像我自己 剛剛講的 開放政府 是所謂的SDG的 第16項 那我覺得很能爆的就是說 SDG裡面它的 各種indicator 好比像說 像它要 這個 Responsive Inclusive Representational Decision Making 16.7 那16.7 它的 量測的東西 它考核的東西是什麼呢 它考核的東西是 在 一個 國家裡面 每一個不同的弱勢 或者少數團體 它 自己認為 它能夠有效影響政策的比率 好 那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Endpoint Indicator 就是說 你很難作假 因為這個通常就是透過民調啊 或者透過 就是實際的 survey 這樣的方式去 去達成 所以如果 不管你中間辦了多少 intermediate的這個東西 它最後要達成的是說 這些少數的群體 這些弱勢的群體 這些群體 當它接到 這個調查的電話 的時候 它就會說 它唯一支持 它就會說 它這個 這個覺得說 欸 我在之前有參加過什麼 然後我覺得這個 關於我的東西 有問過我意見 或者說我的意見 在最近的一年之內 又真的進入 有關於我的行情的 consultation裡面 據來講 如果它沒有電話 打到這個 在桃園的義工 那它也許就會參加過 這個 用四種語言辦的 義工的參與式預算 那這些義工 可能就會覺得說 欸 它有被 拿入民主程序的一部分 雖然它可能還沒有投票權 或者說它如果打給 之前參與過 我們公共政策 網路參與平台的 15歲的這個高中生 高一學生 或者國三的學生 我們其實在那個 網路平台 剛剛講的那個 臉書平台裡面 其實最會不會要的 就是15歲跟65歲 這兩個群體 因為這兩個群體 時間最多 而且最不需要 考慮個人利益 都要考慮公共利益 那所以我們 最有impact的這些 東西 大概都是15歲的人 提出來的 那這些15歲的人 就是首先 就非常會組織 那像我們最近 有一個比較大的政策 就是大概一年多前 一個15歲的人 連署出來的 那它連署出來的 那它連署的那個案子 就是 去把所有一次性的 像塑膠吸管這樣子的東西 去分階段去禁用 那當時 它瞬間就可以組織到 五千多個人 因為他們很厲害 會做一些 什麼還會被吸管 這個就是 產出啊 或者什麼樣的這種照片 那所以 一瞬間就 累積到五千多個人 那因為我們在那個平台 連署的時候 不是可以用筆名的 所以它就取一個筆名 叫什麼 我愛大小大小愛我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 它到底是什麼人 那但是 就是環保鼠當然 就已經正義 但因為它五千人嘛 我就必須 召喚這個環保鼠 然後我 必須去主持這個會議 這都以為是環團的大佬啊 這個才能夠這個 很快的去組織這樣 民間的力量 就我一看 A15歲的一個 老鼠女生這樣 那結果 為什麼它會做這件事情 那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它的公民課的老師 給了一個隨堂作業 說希望他們一般的同學 能夠盡量找一些 能夠調動大家的 力量的東西 然後跑到參與 這個聯署平台來提案 所以那很有意思 就是說 它的這個 就是他根本不能投公投 他也根本不能投立委 或者不能投總統的時候 他就可以透過這樣子動員的方式 實質地來影響 我們環保鼠的政策 而且現在還真的通過了 那也有另外一個高一的男生 他最近也連署通過了一個提案 而且也已經配行政院財 作為政策 就是他認為在公投法 提出公投案的時候 不應該去違反 就是等公約或其他國際人權 相關的任何的條款 就是因為這些條款 大概都是要保障少數 那但是公投 就是你如果只算人頭的話 那多數一定比少數多嗎 按照definition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樣子的話 小數的權利 非常容易被公投剝落掉 人家以前公合法是有保障 原住民族 他並沒有保障其他小數 所以他認為其實 是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他就一樣 很快就叫了五千人 希望行政院 予以改正 當然我們現在也 真的予以改正 那我會舉這些例子的意思 就是說 如果我們的考核 是真的去調查這些 本來沒有政治參與群的朋友 15歲的人 異工 或者是這些人 他是不是主觀的認為 對政策有影響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自己在執行 市政目標的時候 我們自然就會去享受 那我們實際上 把這些沒有投票權的人 來納入 香港政府的作為裡面 但是如果我們 一開始的indicator 不向聯合國我們去拍的 我們不要 視定這種end point indicator的話 那這樣我們就會變成 我們辦了幾場做團會 我們辦了幾場 書名會 放了幾場電影 就是有多少仁慈的 這個什麼協會 參與我們的活動 或怎麼樣 其實我對信譴的indicator 不是很熟啦 說不定你們早就都已經是end point 那等於是 我們在民放政府這邊 以前很多都是 很多都是me point 那me point的東西 我一上任之後 就盡可能的把它拿掉 所以如果各位碰巧也是 開放資料的審判人的話 可能會發現說 我們在2016年開始 開放資料的筆數 就把它拿掉了 就不把它當作 一個indicator 主要原因就是我們觀察到說 我們如果說 開放資料的筆數 當作一個考核的依據的話 那很多就是本來有每年 你去把每年的報表 去上載成開放資料 很多人就是一些 裁程12個月份 就多11個資料 可是這到底是什麼意義 那這就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意義 所以我會建議說 如果我們有一套好的 參與式的去做出 end point indicator的程序 就像聯合國在2013到2014年 做永續和談目標的時候 他問了全世界大概一百萬人 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做出來的end point indicator 那我覺得是很好的 而且也值得作為考核的一個基礎 但是如果是 就是幾個專櫃 這個關在冷氣房裡面 這個派腦袋想出來的 那大概很容易都是end point indicator 那我覺得那樣子的考核 就不是很好 而且可能會浪費大家的時間 大概是這樣 那這是一個一般性的回答 不管什麼文化的傳播 或政策 大概都是這樣子 不限於性貧 但是我覺得性貧 並不是一個意外 那有14位朋友問說 請問如何推動台灣的企業 願意來推動遠距工作 或參加工作方案 讓新手的爸媽 或家中有照顧需求的勞工 可以照顧不離職 這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我們知道早期就是 台灣的勞動法令裡面 其實有很多照顧女性 然後你想說晚上10點之後 整個是不能夠上班的 裡面是有這樣子的問題 那但是這個東西 其實我們在2015年開始 就有一個 對於遠距工作的一個 全面性的一個檢討 所以其實大家 在就是當年 我還不是政委 還只是 就是蔡政委的顧問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已經處理過 這樣子的一件事情 那在當時我們家的V3平台上面 現在可以看到 就是有電傳勞動的 法規的一個調適 那最後我們就有一個 2016年5月發布的 勞工在事業場所外工作時間 知道的原則 那這個是蠻重要的 因為在當時 我們在討論這個的過程裡面 我就發現說原來人事行政總處 也之前也有一個喊 跟這個原則是一樣的 就是任何公務員他的工作裡面 只要跟網路有關係 他就不受工作時間 跟場所的限制 所以當時我是拿著那個喊去 跟人事出座 勞骨勞骨協商 就是我是數位政委的 工作當然跟網路有關係 所以我禮拜上 再兩個工作都可以算工作 然後因為人事行政總處 只要這個喊 那當時勞工朋友 這個就會抗議 那我就說不對啊 你看這個 就是5個月以前 我2016年10月入閣 2016年5月 然後外國也發布 同樣一個原則 所以就是不要覺得 這是公務員的特權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這個原則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勞動法令裡面 某一些其實不太合十一的部分 加以調適 那就像剛剛那個10點以後 就是女性不能工作的那些一個部分 其實如果你是在家上班的話 那其實說不定10點以後 就是小奶去睡了 你剛剛開始可以工作的時候 那所以這個時候 再用這樣的方式去做限制 就不一定合十一 因為當時主要是擔心交通啊 或者是這方面人生安全的問題 但你自己在家根本就不會有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透過有系統的去檢視 還有包含什麼職災啊工商啊 所有這些的計算的方法 全部都放在勞動部這個原則裡面 所以我們這個是在16年的時候 就已經去把它送到的 那所以大家如果以後有這樣子的需求的話 如果你是公務員就很歡迎用我這個檢 當然因為你的老闆這個心臟算大顆啦 那如果是這個勞工朋友的話 還有這個需求的話 那你可以建議他來參考勞動部這個原則 那這個原則 他每個特定的業種 他都還可以再去 有這個業種專門的一個專章和專輯 所以如果你碰到就是一些特殊的就是工作者 他需要有專章和專輯的話 那勞動部應該也非常願意來修改這個原則 因為他並不是法律 他只要預告個60天 他就可以很容易的再加新的東西上去 不過這個我想這個 大家多多少少都已經有看過 包含什麼LINE這個下班的時候 如果還這個要求你做點事情 什麼那個算加班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東部都有這個部分相關的一些就是暗示 那這是另外一個部分 那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就是必須要在每個不同的部會裡面 關於他的這個部位所屬或者所管的 這個資源我們都必須要讓他能夠去 在遠距的這個 context 這個脈絡裡面加以使用 所以好比像說遠距教育 或者是說遠距的醫療 或者遠距的健康照顧等等 這些我們都是大概陸續在這一兩年都 就是加以從頭 所以好比像說 這個你是在家工作 那但是心情覺得不是很好啊 然後希望找心理師聊一聊啊 那在此之前 其實我們並沒有一個遠距的醫療 或者遠距的諮商的這樣一個辦法 那這個東西也非常感謝這個衛福部的醫治司 跟信口司 我們現在就是有具體的一個遠距的診療的一個條例 然後呢也開始往心理的這個部分去鬆盪 那所以這就是說這是全面的嘛 那或者說你在家工作 那你也想要進修 那想要進修的話 能不能通過遠距教育呢 那在以前可能只有空中大學 這樣子的一種方式 但是其實現在有非常多 线上的這個課堂跟學分的才能 那這個部分 今年這個教育部也開始有這個遠距教育相關的 方塊這個就是學位才能等等這個辦法 所以我要講說遠距工作它是全面的 它不是只是勞動部的一個法令 而是說你工作之餘 你同時在家照顧家人的時候 你還可以進修 你還可以獲得醫療上面 或者是照顧上面的資源 還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各種資源 那這樣子才是一個很完整的一個遠距 生活的這樣一個配套 而不是只是勞工方面而已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是非常持續的在做 那大家不想看到那個5G的方案裡面 其實有非常多的部分就是在鬆綁這個 因為很多之前大家不願意去鬆綁 然後比方說像醫療部分很多人很抗拒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本來用4G的網路的時候 就像剛剛講的就是見面可能不到三分清 那為什麼因為畫面不是很清楚 或者是說就是很容易表情 就是看起來就有點lag 就是你先聽到它聲音再看到它表情之類的 但是到5G的時代的時候完全都沒有這些問題 因為它一秒可以傳到1Gbps 就是比起來快快100倍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們之前也都有一些demo 就是像現在大家坐在這邊上課 那有些椅子是空的嘛 那那時候我就可以戴上一些就是MR 就是擴增實際的一個眼鏡 那在5G的時代我們一戴上 在不同的地方的教室的人 就忽然之間就冒在這些空的椅子上面 然後大家都可以在 就是兩三個地方可以在同一個課堂上課 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所以就是大家都有這個營養眼啊 整個身上課 那拿開來就看到在這邊 然後戴上去就包含別的東西 不是別人 別的地方的人 然後也一起看到 那我自己在剛入閣的時候 其實也同時在高雄跟杭州啊開課 那就是其實那是一個很有趣的經驗 因為我們把兩個教室縫在一起 那我一個人在台北嘛 他們連到就是Google在彰化的這個機房 那我是戴VR啦不是MR 所以是瓜多音嘛 就是說我把旁邊的東西都這個沒有看到 但是我一戴上 我就是看到高雄跟杭州的人 他就坐在一個教室的兩端這樣 所以以當時的這個光鮮的科技 我們只能在設備很好的電腦教室裡面 去做這樣子的實驗 但是在5G的情況下 任何人在任何地方 甚至在農田裡面 在就是實際的工作的場域 甚至遠去開關手開對付機 在那個推土機上面 都可以有同樣的這樣子一種設備 所以大家就可以在遠去工作 那一面照顧家人 然後一面就戴上VR 然後去動個手術 開個推土機 所以就這樣子的面景裡面 其實我們就必須要說謊 其實不是只是技術上面 或法規上的東西 大部分是人的觀念 那人的觀念也是需要 我們透過這些實驗場域 我們叫做母居的學習實驗場域 來讓大家先習慣的 那一習慣之後慢慢大家就可以接受說 也許我不需要十幾醫生 這個我去醫生的診所看診 也許我就真的是 就是戴上病案眼鏡 或者是透過某種投影的方式 但是我還是可以覺得 他在我旁邊 他的表情看到生動 非常溫暖等等 所以這些都是接下來網路社會 很需要這個配套的部分 然後有位朋友追問說 台灣開放5G的時程 那這個我其實就直接念簡報就好了 就是會準時在這個2020年 那然後這裡面其實最重要的事情 我自己覺得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不是我們多快 而是我們能夠多均衡 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覺得應該從目前4G 最沒有照顧到的地方開始 從最偏遠的最偏向的地方開始 因為這些對他們來講 這個就是must have 就是如果沒有的話 那它其實沒有任何替代方案 不管是無人機送貨 或是剛剛講的有具醫療 有具手術所有這些東西 如果你沒有5G的話 其實它現在並沒有什麼替代方案 那所以應該要優先在這些地方去布點 而不是說完全都是景象天花的 大家這個可能看這個 台北流行音樂中心的這個演唱會 那我本來坐在第一排看得很開心 那透過5G可以讓坐在第10排的人 也好像坐在第一排一樣 那這當然很棒 而且已經證明已經是可行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的社會效應 並不是真的非常那麼高 雖然它是有點像風烟火這樣子 但是還是景象天花式的東西 所以我還是覺得說 我們讓天上更離島 跟本來四局還應該沒有最高的地方 我們可以優先的 或至少在同一個時間 在明年開始大陸去導入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有14問問說 如果排除跨局出了溝通障礙嗎 因為我沒有在地方政府服務過 所以這個問題能量回答 但是我可以分享 我怎麼排除跨部會的溝通障礙 那我剛剛講我入閣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任何地方上班都算上班 第二個我看到一切都被公開 那第三個就是 我的辦公室其實是由志願者所組成的 一般來講政務委員通常只有一兩個 集合秘書是比較小的一個編制 但是我們辦公室有22個人 其實是一個蠻大的一個編制 那為什麼是這樣子呢 因為各個部會都有很多志願者想要來跟我工作 所以我在當時跟秘書長 就是當時還是前面秘書長 討論的時候 我們就有立下一個原則 就是說我們每個部會都可以派人來 但是每個部會只能派一個人來 如果有第二個人來的話 他們就用輪調的方式來進行工作 所以我們行政院 我們知道有32個所屬的部會 所以理論上我們可以有32個同事了 但是實際上並沒有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有十幾個部會 從來也沒有派人來過 為什麼呢 我想的原因是因為 剛剛已經講的是這個基金式的透明 他們可能不是很習慣 好像說國防部有從來沒有派人來過 或者說陸委會也從來沒有派人來過 對 那大家會來的是什麼呢 就是他做的事情不怕人知道 只怕人不知道 那些部會 好像說大家想知道就是文化啊 教育啊 內政啊 統傳啊等等的這些部會 他當然都會很高興說 用這個這樣子的方式讓大家知道 那本來外交部是沒有人來的 但是自從無照些部長上任 然後在推特上面撿到槍之後 就是大家應該知道嘛 他會有些人是說在推特上面 代替國防部會 代替陸委會就是開槍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這個 而且他開槍的時候都會自己簽名 簽JW的表示 真的是他寫的 不是他小編寫的 所以就是說這個真的很厲害 所以在這個之後 外交部就發現說 公眾外交的這部分 數位的公眾外交這部分 跟就是我們傳統那種 比較秘密的外交談判 實際上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所以他們就派了就是 郭祖司 那現在已經輪調成對面司的朋友 來我們辦公室服務 那做的就是 這種就是 不怕人知道 是怕人不知道的這種事情 那所以 那所以現在我辦公室裡面就是有 各種各個部會來的人 那所以我怎麼樣子 讓他們就是去做寫廟呢 我們做的方式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 每個人的考期都自己打 我是不打大家的考期的 所以大家的考期都很好 然後 然後我們在院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特色 我不知道你們這些 現實有沒有 就是說如果首長不下班的話 他的幕僚不太敢下班 就是 好像如果首長下班到八點 那幕僚就必須 有點陪到八點 不然下班不太好意思 那因為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就可以跑去射床中心工作 所以我如果不小心 跑到行政院裡面的話 我就會 五點鐘就準時下班 那 然後有時候 這個稍微的 要聊天 就是稍微晚一點點下班 那六點就會下班 那所以 大家都已經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我不管怎麼樣 六點就會走人 七點才看到我就很奇怪了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都有非常好的生活評級 那就是都可以準時的下班 那當然我實際上一開始訓練之後 才開始工作嘛 所以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也養成大概一個 比較獨立的一個習慣 就是不會覺得好像 首長一定要看到人 他才在工作 而且他隨時 他覺得他在需要工作的時候 就可以集團去工作 就不會有這種 好像瞎忙的那種感覺 那 但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到底實際上 怎麼工作的話 我們是透過一個網路系統 那這個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 它叫做Sanstorm 那它的網址 就是 其實各位都可以使用 那 就是 我就重複利用一下行政院的簡報 好的 那EY就是行政院 PDES 就是公共書類 創新空間 就是我們辦公室 點TW 是台灣 那 所以這個系統是任何人 你只要你的Email的結尾 是GOV點TW 不管你是哪一層級的政府 你都可以非常自由的上來使用 不需要經過批准 那也沒有任何費用 那事實上它完全是資安出認證的 我們請白帽艾克來打了大概六個月 然後發現都打不出什麼LOGO來 所以在上面 你其實甚至還可以開發自己的運動程式 然後去分享給其他的居處 那所以這上面的就是EYP 這套系統的功能是什麼呢 其實就跟大家最常用的一些 軟體的功能一樣的 好像會有一起編輯的試算表 一起編輯的文件 或者是分享檔案 或者是聊天室 或者是 本來就是大家可以常用Google 或者是Office 365 最常用的這些功能 我們大概都有相應的一個東西 那所以當然 你們民間大家最常用的是 專業管理系統叫Trello 那我們在這邊也有一個叫WeCan 就是自由軟體 就是可以自己改做的軟體 它的介面跟這個Trello 就幾乎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我現在就可以看到 我各個部位 排除在我辦公室的朋友 現在到底有沒有在上班 因為還有上班的話 是會沒有日本的 然後就可以知道是在線上 那我們每個禮拜都會 讓各部位的朋友自己提一些案子 那這些案子 當它出現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開始就是烙人 所以好比上說 我們的內閣成員 裡面有護工 這也是我們非常特殊的一點 護工是一個部會 所以護工也有開放政府聯絡的人 所以他就會想要說 我們來支援一下 怎麼樣把護工的購票系統 進場動線 隨便這些東西 他想要大家來幫忙 那這樣子的話就開始有人跳坑 就是有各個會派出在這邊的人 就會開始資源的來幫忙 那當然因為這是一個線上的管理系統 所以任何時候發生任何事情 我們都可以直接在這邊知道說 還有哪些代班事項 還有哪些東西要做 那在接下來應該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如果缺了什麼資源的話 就是我就是幫大家去繳這些資源 其實所以我們大概就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我們叫做working out loud 就是說在工作的時候 不怕別人知道 只怕別人不知道 那所以我隨時都可以在演講之後 開出這樣子一個盤面來 那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辦公室的各個同樣 到底在做什麼 那這是有點像學習性組織 就是說你不管做什麼事情 只要有夠多不同價值 因為每個部位就是一個價值嘛 有夠多不同價值的朋友一起加入 慢慢大家就會發現說 雖然我看起來有不同的價值 但是大家都是有一些共同的理念 才會對這件事情覺得重要 那又因為每個局處 每部位只能來一個人 所以它就不會變成好像dominated discussion 因為它如果來七個人的話 那到最後都只會那個部位服務的嘛 所以它就會無心之中有一種制衡的力量 然後大家都可以從各種不同的 就是價值裡面彼此學習 那當然最需要的一些工具 在開發之後 又可以去拿到各個不同的部位回去用 特別像說我們原本部這邊開發了一套系統 就是讓大家都能夠訂便當 這個 是因為旁邊只有八十塊 能夠買得到的東西都不太有照片 然後 所以我們這個 即時下雨天也有外送 然後這套系統就完全不是常常開發的 事實上它就是一個公務員開發的 然後它只要回一點點JavaScript就可以開發 那而且因為它底層的這個自動代入名字啊 自動的資安啊 所有這些東西都已經幫忙 資安書已經幫忙確認好了 所以它不需要再做資安集合 它保證是安全的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我上一餐吃了西夏捲飯 然後它會自動的通緝 然後自動的就是去跟全職商幕和便當 所以才去給出這個就是它的訂單 然後我們也可以看到 我每天都在喝什麼可不可飲料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對 然後算這樣做 對 然後而且我們這個還可以自訂格式 然後就是立川紅茶大杯半湯去品 什麼之類的 所以這個是非常實用 好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每個部會就會發現說 其實我們需要的資訊系統上是重疊的 那他們之前其實不知道 其他部會也在做一樣的事情而已 那我們就是透過這種比較有機的方法 去讓就是大家在有這個 白玉奧雷可以喝的這種比較 就是和緩的氣氛裡面 然後去進行就是說 大家想要做事情的對焦跟討論 那這樣的話其實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有效的 那另外就是說 當然我們所提出來的這些議案 或者是這些事務做的朋友 提出來的這個連署案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子去讓地方政府 也覺得說他們是能夠被凝固在裡面的呢 那我們其實是有一個名文的嘛 就是開放這個聯絡人的一個實事要點 那這個實事要點就是我們每個月去盤點說 到底有哪一些朋友們提案 那這些提案呢 有一些跟地方倒不一定有關係 然後之前有朋友提案說 單身的女性應該要能夠去做人工升級 那這個其實就比較不是地方性的 這個是全國性的提案 那我們就會請了一個部會 那有包含性評分的委員們 那就是想來的話可以來 然後去滾動式的邀請離開關係的人 所以我們像說張秀玉老師也有來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說就是 就是半裏盟啊 婦產盟啊 等等這些朋友們都有來 是不是一定會翻桌啊 或一定會達成一團 但事實上並不是 就是說 因為我們在討論的這一件特定的事情 他的戀愛關係的人其實還沒有出生 可是還沒有出生的小孩 那所以我們其實只要把討論的焦點設定在未來 然後討論的過程變成是說 我們針對這樣子一個特定的個案 我們怎麼樣這個小孩 他是誕生在一個能夠包容 並且接納他跟他關係很好的社會裡面 那只要用這樣子的方式去做一定設定 其實就算是有相對宗教信仰 或相對意識形態的朋友 其實都可以以那個小孩的利益為出發點 去進行很有道理的一個討論 那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如果我們討論範圍太大 變成意識形態 那就很容易各式基建 跨局處跨部會 跨不同社會團體都是一樣 但是我們如果是把它放在未來 那而且是有一個足夠精確的一個個案的話 那其實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一些討論品質都相當的好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當然有些地方的暗子 好比像說之前有這個 有恒春的朋友們連署 說請求黑音直診機跑到恒春機場去 那你如果光看這個裡面 會覺得非常奇怪 為什麼有人會想要 黑音直診機到恒春機場 但是你如果深入的要解決 反應說那是因為 他們離最近的一家醫學中心 開車就要90到100分鐘 所以有很多人就是在那個 送醫的路上不知 那但是呢這件事情 到底是要誰解決 黑音直診機是內政部的嗎 那空行統隊就就是表示說 其實它沒有多的黑音直診機 但是國發部在旁邊有一個 這個就是軍營 它要不要用那邊來支援一下 那國發部就說 那個軍營我們要撤掉 然後我們是不是 就是那條路把它拓寬 變快速道路就好了 那是不是交通部的事情 那交通部就說 其實那樣會摧毀連線的觀光 等等 所以是不是應該 醫院該大一點就好 所以那應該是為了 我的事情 然後 國發部就說 我們其實也很想 該大一點的醫院 不知道為什麼 國發會都不准我們的案子 所以那個其他事 都沒有這個爭取到 所以這應該還是回到國發會了 那好 那所以就是說 其實非常容易有 這樣子突然推去的事情 地方去處 一定沒有這個問題 對不對 好 一定也有這個問題 那所以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 到底要怎麼辦呢 因為每個都是一個解決方案 可是每個解決方案 都覺得我做其實不是最好的 那方面的則是比較好的 那所以 我們在開放政府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做法 這個做法是 我們暱稱叫做 冰銅挑戰條款 就是一個明文的一個辦法 這個辦法說 全世界有兩個以上 是由國發會來協調 但是如果協調人有爭議 通常都有爭議 協調如果人有爭議的話 軍營並列也會主辦機關 意思就是說 如果A覺得B B覺得C C覺得D D覺得A應該主辦 那對不起他 一起做到很準 一個都划不掉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只能撈人進來 但是你撈人進來的時候 你自己住不去 所以只有這樣子的形狀下 我們這邊也確保說 所有相關的機關 都真的能夠到恒春 然後去跟提案人 去跟連署人 去跟記者 然後去跟當地的利害關係 也包含衛生所 南門醫院 南鋁醫院 黨代表 律師 平東千議員 就是很有名的那位 獎約會議員 然後跟這個 很重要的鄉民代表 是 不是PTT 是真人 就是鄉民代表 去進行座談 那我們在進行座談的時候 因為所有固培都到了 所以我們才能夠去把 每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 全部都就事論事的去進行討論 那這樣就是要進行討論 並且加以收容之後 我們到最後就出現了一個insight 那insight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當時是透過直播的方式 那也有那種slide 所以就有很多是恒春子弟 然後他事實上是到了別的地方 那到了別的地方之後 他就透過網路來管他來興盛 那他又覺得說 最重要的是 在地的人根本不相信 這個當地的醫師跟護理人員 那為什麼 因為醫師跟護理人員 就算他醫中計畫支援來這邊 很快就會跑掉了 可是為什麼他跑掉 然後是因為他連宿舍都沒有 他還要另外租房子住 然後他也沒有很好好的 小孩的教育的責任 所以就算恒春看起來是 風景很永遠的地方 但事實上他工作環境非常的差 所以就沒有人想留下來 那這個可能才是重點 那每一次的後送 其實你就更不相信 在地的醫護人員一點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當然在地的醫護人員 就更沒有工作成就感 更沒有工作成就感 當然就更不願意留下來 所以其實最後我們討論出來 這一個方式其實是該宿舍 然後把那個醫院擴重 然後讓他有很好的工作環境 有非常先進的器材 然後讓高雄的醫生 能夠來這邊做實習 如果正在發生事情 也許是把醫生飛過來 而不是把病人飛過去 因為他都已經中傷或中風了 你把他飛到高雄 說真的沒有什麼道理 但是你把高雄醫生飛過來 或是你透過遠距的方式 讓他能夠指導在地的醫護人員 來開刀等等 這個才是最有道理的解決方法 所以大家全部討論完之後 就發現說 這個才是真真治本 那其他都是指標 這個才是end point 那其他都是mid point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把這個禮拜五 討論的會議 禮拜一就會讓院長實質到 那當時院長 還是領先院長的時候 他就直接跑去農村 然後直接去看病院 然後發現說真的是這樣子 然後就播了好像2.21 是多少 那目前就已經在蓋應該快蓋好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每個部會 這個會都不會白開 大家都可以了解到說 我evolve進來並不是 就是 因為以前就是常說 第一個發言的人 他指出問題 他就必須解決問題嘛 他如果沒有解決問題 他就被解決嘛 通常在接觸 我們體系都是這樣子的 那我們的這個說法就是說 你進來但是風險是由我們吸收 那但是如果你真的提出 解決方案的話 那因為有完整的數字記錄 所以你會得到credit 就像我剛才把眼鏡的照片秀出來一樣 那所以在大家都有credit 然後風險我可以吸收 然後到最後實際真的有解決 就是創造公共利益 這三個都兼具的情況下 其實公務員員我覺得是非常願意創新 也非常能夠創新的 所以這是我們在部會層級 排除觀眾商量的方法 那就是在居住層級 可能就請大家參考 我來解到時間已經到了 但是我們就在處理折衛問題這樣子 好 有Sherry跟我們問說 不知道你心情有跟FB等網路社群討論 假消息管制的問題 最近的進度委員和政府這邊 似乎是蠻強硬絕的社群公司 可以帶回假消息 看待畢竟繼續下降工作 但是現在父母或性別 和你的討論怎麼管是網路上的性別 其實也要不去網路段子的時候 政府的態度非常消極 其實所有的FB以及NC的單位 都認為只能夠處理 跟上一會兒少保護相關有關的處理 其實他都沒有辦法去點 好 那這個問題其實 它後面有很多preload 就是預載的這個假設吧 一個是說公共機關違法行政 所以我們馬上只有在兒少保護法裡面 明文有提到跟網路有關系 我們其他東西都沒有提到 所以大家都不管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自己親身經歷的一個案子 就是在1999年的時候 當時台灣這邊跟國際上 都碰到一個問題 叫做惡色詐騙郵件 就是junkmail 我們知道當時 各位看起來年紀 當時有時候 應該是有些人還在用email 這個時候大家都會收到 可能奈吉利亞有一個王子或公主 她有三千萬元 然後她需要你的帳戶 然後你只要把相互的號碼提供給她 她就會怎麼樣 或者說你又中了比利時 還是巴黎的什麼樂透 然後什麼之類的 還有一些賣腰的什麼之類的 當時這種東西非常多 那我們在email的售件牆裡面 可能一天一個十封真的有錢 二十封都是做自殺零件 那當時這個大家也覺得說 可能email快被摧毀了 網路就快要失去信任 這個人要亡國 什麼之類的 都都有各種各樣的講法 那所以各個政府 都被要求要提出一些法案 台灣這邊也提出很多草案 到最後都沒有三度 那為什麼是這樣子呢 是因為其實這個問題 根本就不應該透過管制的方法來解決 email 理論上是私人通訊 你如果讓國家去開啟私人通訊 它會有非常多不利的這個部分 那所以呢 我們到最後怎麼解決 我們是在技術社群 所以我們當時就是說服所有 能夠讀取電子郵件的廠商 好像Gmail Outlook Harmail等等 在他們的那個軟體裡面 每個都加上一面小旗子 就是檢舉垃圾詐騙 郵件的這樣一個功能 也就是說雖然就是個人通訊 私人通訊 但是當他就是一次寄給一千人 而且這一千人都不想收到的時候 這個就很難叫做個人通訊 所以你可以自願地把這封垃圾郵件提出來 給一個國際組織叫Spanhouse 去進行檢舉 那只要有足夠多人進行檢舉 那他們就會去分析說這個郵件 它是哪裡來的 那在這樣分析完之後呢 從這個來源的郵件 當他寄到一千零一個人的時候 這個時候這個人他還是會收到 所以不是言論管制 但是他會收到一個叫做垃圾郵件的資料夾 所以如果你時間太多 你還是可以去翻那個資料夾 但是就是你平常的時間 你在收件下 就不會被這個垃圾郵件所佔據 所以我們當時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解決垃圾郵件的問題 那當然你就不需要立法 而且你到現在看起來 也沒有垃圾郵件的問題了 至少絕大部分的問題已經解決了 所以就靠大家自己檢舉 來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知道說這個 蔡總統最近有去Line 然後變成榮譽的公民啊等等 那我要特別講一下 這個並沒有這個性評的問題 就是說這個網頁其實每次他這個 就是重新整理的時候 都換一個人稱代語詞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叫做真的假的 它是看起來像是一個政府網站 但是不是呢 它是臨時政府的網站 所以是 cofax.g0v.tw 不是.gov.tw 那它是什麼呢 它就是一個Line的好友 那為什麼假訊息會流傳 其實很多就是 你看到之後 你一時覺得義憤天吟 然後你覺得你不分享出去 心裡不舒服 它其實只要動於你一兩秒鐘的情緒 那你如果能夠深呼吸想一下 其實你就不會轉傳了 那但是因為大家在滑手機的時候 可能一邊搭捷運來一邊做什麼事情 所以其實你腦裡面那個慢搶的部分 是沒有engage的 只有快思的那個部分被engage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反射性的轉傳出去 就是跟流行性感冒是完全一樣的事情 就會忍不住要咳嗽這樣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是把大家有衝動要轉傳的時候 你就衝動轉傳給這個機器人 機器人是不會感冒的 所以當你這樣轉傳過去的時候 這個機器人它就會回你說 這個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它可以幫你去做一個誠心的工作 那我們在7月的時候 LINE就已經會用這樣子的方式去 你不需要特別加這個機器人 然後朋友 它LINE內建就會有這樣子一個檢舉的功能 它這樣子的檢舉功能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台灣目前最流行的一個問題是哪些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哪些是最多人檢舉轉傳的 就是跟垃圾有限是完全一樣的 那當然這個 這個因為現在還沒有在選舉期間 所以大部分這個都是說 出去外面不要吃什麼會得什麼病 什麼跟什麼一起吃會怎麼樣 什麼電子煙是不是羽香煙毒七倍 然後或者什麼水果乾澀素恐怖壞神經 大概很多都是跟食安有關係 我們知道說台灣就是在LINE的群組裡面 都是要關心家人的健康就是最多的 那所以不就不多停在幾片裡面的精神無人 但是就是說我們在即時的分析這樣子的謠言的轉傳的時候 一方面我們各部分會在60分鐘之內就給出一個也一樣有傳染力 而且很好玩的這樣子一個訊息 我們現在知道我們蘇院長一天到晚都在剖非常有梗的這些圖 那包含他還有頭髮的時候的圖啊什麼之類的 對就是對那所以這種就是即時澄清就是很重要 那第二個是說我們也有第三方的就是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他們就會去看這個所有目前到底傳的最兇的那些什麼果汁 這個真的實在比較多 但以前也有性品相關的 好比像說什麼身份證的男女要改成LGBTQ 從兩個選項改成五個選項 或者是什麼就是什麼公投的效力高於憲法什麼之類的 這個都很多了 那所以事實上的中心其實它是完全民間的 那他會自己透過調查報告的方法 你看他會一下一下告訴大家說 你去查證什麼樣的鎖子 你就可以知道說這樣子的想法到底是不是作物的 但他最後會有一個判斷就是他事實上是錯的 那當他這個判斷做出來的時候 一方面從7月開始 LINE就會把它登在LINE的那個即時陳情的那個 就像LINE Today一樣它會有個專區 那大家在看到謠言之前先看到陳情 那第二個就是說Facebook在全世界 也都有跟這些事實查核者做這樣子的工作 那這樣子的工作的意思就是說 每一次你看到Facebook上面有人在分享這個的時候 如果事實查核的網絡的成員已經查核它是錯誤的 那Facebook第一個它會表現訊息說這個事實查核是錯誤的 請安心可以了解更多 是叫Notice and Public Notice 那第二個就是說 假設你的朋友分享了這則訊息 那你只有派一個朋友 那Facebook就沒辦法 它還是會顯示你看邊緣只有這個朋友 但是如果你有兩個以上的朋友 Facebook就會去顯示你別的朋友的動態 就不會去顯示這則已經查證是錯的東西的動態 那意思就是說這就跟跑到垃圾的郵件資料長一樣 就是它不會再浪費大家的時間 去看這些已經查證有錯誤的這些訊息 但是仍然不是言論審查控制管制或censorship 因為我們沒有讓任何東西下架 你如果專門跑去那個朋友的場面看 你還是會看到只說上面有個書 那台灣市場核中心說這個東西是錯的 所以除了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是讓境外資金不進入選舉 這個有另外的專門的法律之外 就讓選大根公投法之外 在不是選舉的時候 我們目前的進度 並不是透過強烈去管制 而反而是透過社會部門的力量 去讓所有人在投入市場的中心 這樣子的工作裡面 都能夠自己建立出 就是所謂的媒體素養 媒體制度的這個能力 然後就讓假訊息在半天腦裡停留的時候 那這個轉傳的衝動 能夠去轉成就是你長按 然後說我要堅決這個是可能的謠言 這樣子的一個衝動 那慢慢的我想 我們就跟當年看到這個垃圾郵件 或連環心或什麼樣 還會相信的這個情況 慢慢大家收這種疫苗收多了 就我們已經出心靈的免疫力一樣 我們也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為公民社會創造空間 然後一起來營養對於假訊息的免疫力 好 那我們今天先聊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鄭偉 謝謝鄭偉 他沒有辦法回答 但是鄭偉機多給我們十分鐘了 那我們還是謝謝鄭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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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